如果割蚊蚊的臉上的錢會多放 我們在那邊刺一票的話就割蚊蚊 養得更好 因為百幾乎一百九里才是蚊蚊 我們吃的大樹坑附近 有一個社區將近有兩百戶的品種 都住在這裡 現在刺的時間割蚊 另外就是兩邊的蚊蚊 都已經有過去的補充 有一個掏空的現象 我們今年度會先來做 這個部分的一個戶案的整理 希望讓我們進出的鄉親有新的保障 不要說經過漏蚊還是什麼 這個坡讓它放棄造成進出的不方便 另外議員剛剛也在反映說 我們將近兩百戶的社區只有一個出入 希望說另外再有一個出入的地方 我們會彙整相關的單位的意見 再一併來做整體的一個考量 第一有關於所存的部分 有辦法所存緊急的狀況 會影響到我們再來的這個 火水季那個雨量 以及颱風季節的雨量水比較大的區塊 我們該去峻碟的地方會盡速來峻碟 那有關於一個比較嚴重的部分 還是說比較山上的一個 編布的部分 那應該要加強的部分 我們也會緊急的快點來 去做相關的一個處置 這個希望說能夠預防中雨治療 不要說時間到風流的路 還要再去做相關的一個緊急搶修 那我們這段時間會先把這些 比較緊急的掏空的部分 先行去施作好 這個避免說一些漢似的一個發生 處理的 那先跟我們縣府這邊來反應 我們會依照這個 嚴重的順序 因為畢竟經費還是有限 那但是匯整起來之後 我們能夠再跟上級相關的機關 中央機關來做那個申請反應的 我們會盡速去整理起來 那盡量的來跟中央來爭取 那中央地方一起來努力 我想對於整體的地方的這個 建設也會更加的這個緊急 大樹坑我們有很多野系的部分 過去都是用氣死戶案 那氣死戶案就是 現況看起來部分的掏刷 那只要有大雨來就會掏空 那就市場在辦理再修 所以我們編列的預算 主體來辦理改善 包括這個新城社區的部分 我們民眾一直都有在反應 那狀況老舊了 我們一定來辦理改善 經過一些時間之後 那個結構的狀況強度都不高 所以都會有崩塌的狀況 那縣長一直要求我們 要主體來辦理改善 所以現在我們就大學坑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的大園林社區 新城別墅 所以這個部分 同樣的狀況 我們就是 就是把這個跟居民比較有 密切相關的這個部分 先辦理改善 所以我們總共 預定有180公尺 480萬 去年 就要來到四天 把這個環境跟這個 河床 河道跟戶案的安全 一併來辦理改善 主委 先在地點在哪裡 那個橋 現在就是 在這裡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橋 這個橋 這好像有危險性在哪裡 對 因為 氣死互暗 其實底下很容易掏空 那氣死互暗 那個強度的不夠 那 因為現在 極端氣候 只要強降於 壓體水晶 大 沖刷 我們可能就是氣死互暗 會 會崩壞 掏刷之後 就會可能影響到 住家的安全 或道路的 行車通行的不便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 在還沒有破壞之前 計畫性的來幫你改善 當然我們的護岸就是用 用RC護岸 用RC護岸 不會再用氣死護岸 那強度完全不夠 那當然 這個部分 現在都是用 比較生態的方式來進行 可以符合結構的要求 然後又重視相關生態的環境 狀況的狀況就是這樣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空 有的沒有空 是直接掏刷 這裡就 浪空 其實有的這裡面的也都空的 這都 一直都沒有 一直都沒有 他剛剛講的那個路呢 有可能嗎 橋樑的部分我們再來研究 如果說這個通行 確實有這樣的 公務局跟公務局 這個戶案的部分 我們會先行來做這個 人群密集的地方的一個這個牆部 那另外剛剛議員有在 在提起 提醒 這個進出入口的一個 那我們會再跟相關的單位 來做整合的一個部分 那在進出讓我們的鄉親 這個通行 有這個安全性 那還是要再次的謝謝議員 跟我們里長副主席 他們的一個反應 我們先來做他的 我們先進出 那要這個 帝王 感谢观看